1953年,鼠蛇2024年运势每月运程解析,进入2024年,鼠蛇的运势属于开低走高,他们2024年会遇到事业与情感的危机,在2024年鼠蛇人更要保持谨慎的态度,不要轻易相信他人,尤其是在金钱上,即使在亲近的人,也不要轻易就把钱接触,在感情上要注意多沟通,多一点包容。 鼠蛇,一月运势,鼠蛇的人在进入2024年一月中需要面对情感方面存在的变量,虽然大多数的鼠蛇都很渴望获得爱情,但是在年初阶段,他们的桃花运确实不是特别出色,如果过于关注感情问题的话,反倒是有可能遭遇桃花节。 二月运势,在二月里,鼠蛇应该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事业上,因为年初阶段,他们的事业运还是很稳定的,尤其是那些拥有目标,渴望做出一番成绩的鼠蛇们,完全可以在本月开展新的业务,或者是和他人一同合作寻找新的商机。 三月运势,三月中鼠蛇依然可以延续上个月的工作状态,保持良好的工作效率。 不过,虽然在工作中能够取得一些成绩,但是这个月里,鼠蛇的财运并不是特别的好。 事实上,他们在这一年的上半年里,一直有着非常大的经济压力,经常会因为一些意外变故而花费大量的资金。 四月运势,四月鼠蛇运势不稳定,为了避免工作中出现失误,或者是出现一些意外变故,鼠蛇们需要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为未来的事业发展设定备用计划,避免出现意外的时候过于手忙脚乱。 五月运势,五月可以说是鼠蛇坐在2024年中遭遇运势变动的一个开始,这段时间,他们的工作状态会因为各种意外的出现而下滑,同时也会给鼠蛇带来巨大的压力。 如果鼠蛇们未能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以及有着充足的心理准备的话,他们的工作成绩很有可能会就此一落千丈。 工作不顺心,连带着鼠蛇的财运也会受到影响。 六月运势,六月鼠蛇也依然处于巨大的工作压力之下,他们需要保持坚韧的态度,坚持下去,千万不要因压力而选择放弃。 此时鼠蛇们千万不要将希望放在一些小概率的事件上,像是期望着遇到自己命中的贵人,或者是获得一笔横财。 七月运势,进入七月,鼠蛇们在工作中会一次又一次得面临挑战。 这个月里,他们会遇到很多意外,尤其是一些硬件出现问题,例如出行时车辆受损,或者是工作的时候计算机设备出问题等等。 鼠蛇,八月运势,这个月鼠蛇会有好的财运以及情感运势。 即使无法在工作中保持稳定的状态,但鼠蛇依然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赚得财富,可以说求财益得。 但即使如此,鼠蛇们也不能够放松警惕,毕竟他们的事业运只有在八月底才会迎来好转。 值得一提的是,本月中鼠蛇的感情运势相当稳定。 九月运势,进入九月之后,鼠蛇他们的事业运会有所回升,此前出现的一系列意外也将会烟消云散。 面对这样的一种状况,鼠蛇们需要重新设定自己的工作计划,确保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找回自己的状态。 而在财富收入方面,虽然没有太多的意外出现,但鼠蛇们依然需要保持勤俭节约的习惯,不要因为收入状况有所好转就忘记了此前的窘迫。 十月运势,十月鼠蛇偏财运大幅度提高。 也就是说,这个月是鼠蛇获得横财的最佳实践。 不过,鼠蛇并不是那种擅长通过投资理财获得财富的人,他们虽然有着细腻的心思,却缺乏冒险精神。 在这个月里,鼠蛇可以尝试接触一些新的理财项目,只要认真评估风险并且保持细心,那么获得额外收入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十一月运势,进入年末阶段,鼠蛇们的工作状态以及财富收入依然能够保持上升的趋势。 从十一月开始,鼠蛇们需要将注意力放在个人的情感上了,尤其是那些目前尚未结婚的鼠蛇们需要花费一定的心思去提升自身的桃花运。 毕竟从年终阶段开始,它们的桃花运就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如果不加以努力的话,是很难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十二月运势,在2024年的十二月中,鼠蛇的整体运势都比较稳定,除了变化较大,难以保持稳定的情感状况。 鼠蛇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上都有着不错的运势变化,尤其是他们的财富收入会因为年末的到来而有着极大的提升。 不过进入年末也意味着个人的支出会大幅度提升,这一点必须注意。 老师在这里,特别提醒亲爱的朋友,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老师也分享一篇文章,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好好地读一读, 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 宋朝的礼购在《相思》中写道,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价。 人们常说,太阳落下的地方就是天涯,可我望尽了天涯,也看不到家乡。 或许,家乡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得愈发模糊。 谈到故乡,年轻人、中年人以及老年人都有不同的态度。 在年轻人看来,要逃离故乡,到大城市打拼赚钱,谋求新的发展机会。 在中年人看来,故乡就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熟悉是因为故乡是生养我们的地方。 陌生是因为故乡早已没有了以往的亲切之感。 在老年人看来,故乡是落叶归根的地方。 不论它多落后,自己都会回到故乡终老。 从哪来,回哪去?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两个故乡。 一个是有地名的故乡,一个是跟家庭和亲朋好友有关的故里。 一位五十岁中年人的新生,历经半生,早已不知道何处是故乡了。 老陈从三十岁那年开始,就离开了老家,到了一线城市打拼。 幸运的是,老陈在一线城市混出了名堂,有房有车有事业,算得上成功人士了。 光鲜亮丽的背后,隐藏着无尽的心酸。 当初为了赚钱,他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回到老家了。 哪怕是父母,老陈也没时间陪伴他们。 老陈觉得,等我赚够了钱,就可以让父母享福了。 不幸的是,在老陈四十岁那年,父亲离开了。 两年后,母亲也离开了。 在父母的葬礼上,老陈泣不成声。 那时候的他,已经很有钱了。 但父母已经享受不到这些钱财,也无法感知到他的孝心了。 随着父母,以及老家一些亲朋好友的离去, 老陈顿时觉得,自己已经对家乡没有任何感情了。 如今的老家,不过是一个冰冷的地名罢了。 亲人还在,家乡还有温暖可言。 亲人不在,家乡也不过是一乡罢了。 人老了才明白,失去了这三样东西,故乡就回不去了。 一,失去了家中的亲情和温情, 故乡就真的成为冰冷的地名了。 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带。 你希望树木停下来,可树木就在那里随风摆动。 子女希望赡养父母,可父母早已离去,让人唏嘘。 自古以来,为什么家乡是人们魂牵梦绕的地方呢? 因为家乡有我们的父母和亲人,这些人会让我们感受到温暖的亲情,以及故土的慰藉。 不是因为我们诞生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故乡,而是因为这个地方有我们的父母和亲人,这个地方才成为我们牵挂的故乡。 身处于何处,不是问题,父母和亲人在哪,才是关键。 为什么人们常说父母在,不远游? 所有的远离都是人生遗憾的开始。 百年人生一场梦,仍留故乡在心中。 二,失去了以往的青春岁月,一切都物是人非,故乡就回不去了。 唐朝的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中写道,江畔何人出见月?江月何年出赵人? 人生代代无穷矣,江月年年望相似。 以往的人见到过明月的清晖,如今的人也见到过明月的清晖。 月亮没有任何的变化,只是人间的人类换了一代又一代罢了。 在时光面前,一切都不会永恒,一切都会发生变化。 人会随着时光而老去,感情会随着时光而变淡,青春会随着时光而消逝。 一年可见四季更替,十年可见生死轮回,三十年可见物是人非,五十年可见沧海桑田,一百年可见人间兴衰。 仅仅几年,十几年,或者几十年的时间,一切都会沧桑变幻,物是人非。 以往的人与物都成为了历史。 就连我们自己也会在不久后的未来成为别人眼中的历史。 三,逐渐看淡,失去了那颗对于故乡的执着之心,故乡就回不去了。 有一个现实,人越老,越薄情。 此薄情并非无情,而是人们对于人生和人间的看透。 什么红尘,什么俗事,到头来都不过是一场空。 你我,空生而来,也空生而去,带不来什么,自然也就带不走什么。 所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就是这个道理。 以往,我们会对某个地方特别执着,非要回去。 等经历的多了,自然就不再执着了。 什么故乡,什么老家,都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地方而已。 特别是那些离家多年的人,他们在城市有了自己的家庭,孩子也在城市长大。 如此,过往的故乡,对于自己而言,仅仅只是一份模糊的记忆。 只要我们看透了人生,就会明白一个道理。 地球就是故乡,地球中的山川河流,也都是每个人的归宿。 不是我们回不去故乡,而是故乡就在我们的脚下。 以上分享就到这里,天道酬勤,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福气满满,财气满满,身体健康又逍遥,下期见。